这一体要怎么画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说一些尺寸怎么去定 比如说呢 我们原则上会先从这边这一条线开始画 那这一条线它的长度是多少 假设你要画这样一条线 因为它是一二三四 有没有四等份 所以是二十 二十 那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它跟下一条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一二三四 那四除以二十的话是多少 这边距离是五嘛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画一条二十之后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 就是再复制一个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们用偏移的方式也可以 那画完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马上再画这个弧 这个弧画完之后的话 那上面这一个弧跟下一个弧的距离也是五 也是五 其实画完一个之后呢 我们再用环形正列就画出来了 上个礼拜主要也有跟大家讲到 所谓的那个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环境 这个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简单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像这个环境的设定 以后你就要很习惯 因为我们每次呢 来的话就是它可以的就是还原 所以呢你每次设定 只要记得 第一个是右下角的AutoCAD点形 点形之后的话呢 再把工具列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把这个工具列移过来 其实你不移过来也不会有影响 只是说习惯上是这样 好 把它移过来 最后呢再把这个图示按右 这个上面的图示啊 按右键之后使用 有没有图示 打勾取消 这样就还 恢复跟这个 其他的版本啊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版本啊 其实都一定会有个AutoCAD点形的一个工作区 不管是08 06 04 都会有个AutoCAD点形 那你只要设定成AutoCAD点形的话 以后画的环境都可以设定成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一题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先画一条线 那画线呢 第一个 我们就在这边 先画一个往下的一个线段 往下一个线段呢 起点就是认一点 第二点的话输入20 Enter之后呢 就画出一条线 按空白键就结束 那像这一条线很短 因为20嘛 你看线在哪里 其实是因为20很小 那你把中键点两下 中键点两下再往下 中间就整个放到最大 再往下就缩小 滚轮的地方 记得是滚轮 前面我们讲过 滚轮点两下 它就是放到最大 那再来的话呢 有的时候如果说 奇怪你怎么放大缩小都没有效果的话 记得把它重生一下 或者全部重生一下 它就可以让你再放大缩小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说放的时候 记得这边有个叫 你就全部重生好了 它就可以重新再让你去运算 这个它的放大缩小的值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复制一个 增加过来5的话 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偏移的 一个是用复制的 比如说我今天用偏移 前面好像还没讲到偏移 所谓偏移就是说我今天呢 你把油标停在上面 它就跟你讲 所谓偏移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线段 我要移动 在它的左边或在它的右边 产生一条一样的线段 有点像副次 就可以用所谓的偏移 偏移它这边解释是 可以将物件偏移指定的距离 或经过一点 那偏移指定的距离